而在楚清河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的弧度时 水母音机看向楚清河道 诸无事做的 显然 此时的水母音机同样猜到了不对的地方 目光原本放在前面铁锈门前的曲飞烟 听到水母音机的声音 不由转过头看向水母音机 思索了片刻后 曲飞烟反应过来后嘀咕道 公子是在六月的时候告知白小生会来 京城观战西门吹雪和叶孤城的决战 诸无事也是青龙会的龙首 知道公子回来的消息不奇怪 这样算的话 诸无事早在六月知道公子会来京城时 便开始准备这些了 司徒姐姐 你是说这铁锈门是诸无事弄到京城来的 水母音机汉手道 感觉是不然的话也太凑巧了 听着水母音机所说 曲飞烟点头道 是有巧合过头了 说着 曲飞烟也忽然明白 昨夜诸无事离开后 楚清河那话里面的意思了 明白了各种缘由后 曲飞烟询问道 那现在怎么办 若是不知道 这铁锈门会出现在京城的原因 也就算了 但现在既然清楚了 若是几人动了这铁锈门 无异于是成了诸无事手中试探 曹正纯身份的棋子 因此 面对这样的情况 水母音机和曲飞烟军士将视线放在楚清河的身上 迎着两女的视线 楚清河看了一眼 此时目光一动不动 盯着远处那铁锈门住址的林诗音一眼 看着此时脸色阴沉 眼中虽然之意 弥漫的林诗音 楚清河诞声道 既然人都贴心地将这铁锈门主动送上门来了 若是置之不理 却是有点失礼了 曲飞烟问道 可这样的话 不是正好随了诸无事的意吗 文言 楚清河诞声道 客随主辩吗 既然她目的如此 随了她的意又如何 只是 楚清河的声音虽然散漫 但听着楚清河这带着几分冷意的声音 曲飞烟哪里不清楚 楚清河怕是现在还憋着坏呢 想着 曲飞烟不禁心中暗叹一声 惹到了公子 这诸无事的倒霉了 对于曲飞烟所言 楚清河却没有反驳 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 对于楚清河而言 只要没招惹到自己 楚清河做事 最多也就未雨绸缪 点到几指罢了 既然算盘都打到楚清河自己身上来了 还想要趁心如意了 想辟吃呢 声音落下 楚清河抬手轻轻地在林诗音的肩膀上 拍了拍后说道 走吧 感受到楚清河的动作 以及传入耳中的声音 方才目光一直死死锁定 那铁锈门住址的林诗音 此时也回过神来 紧接着 在楚清河的带路下 几人便向着铁锈门的住址走去 很快 随着楚清河几人的靠近 铁锈门门口守卫的四名弟子 也看见了徐旭靠近的楚清河几人 视线轻一下 这四名铁锈门的弟子视线 均是锁定了楚清河几人 要知道 即便是屈飞烟和小钊乃至于林诗音 本身所修炼的都是天阶的功法以及武学 而在楚清河院子之中 接触的也是东方不败 腰月以及白小生 诸无事这样江湖之中赫赫一方的人物 自然 哪怕是屈飞烟 小钊以及林诗音三女 长期的酝氧之下 见识和底气的变化间 亦是让吉女本身的气质 有了截然不同的变化 虽说楚清河几人都是一了容 但相貌虽变 气质尤存 铁锈门不过区区二流势力 身处的又是在这水深四海的京城之中 察觉到楚清河几人行走间 展露出来的仪态以及气质 这四名铁锈门的弟子也不敢放肆 待到楚清河几人已经 距离这铁锈门的大门 只有不过数步后 这四名铁锈门弟子中 一名年龄稍长 四十余岁左右的男子上前一步拱手开口道 此处是铁锈门 敢为几位有何贵干 只是 面对这名铁锈门弟子所言 楚清河却是没有开口 而是目光放在林诗音的身上 长时间地相处下来 林诗音哪里不知道楚清河此刻的意思 赫然是将这一次对处置铁锈门的主导权 完全交给了他 见此 林诗音美眸清闪之后沉生道 去通知诸葛阳 磨刀门的仇 应该还了 磨刀门 听到林诗音这话 面前这名上前的中年男子 神色一变 竟是想也不想直接拔刀出窍 同时 这中年男子身体之中 一流境界圆满的内力波动 快速地浮现 门口另外三名铁锈门弟子见此 意识纷纷将武器拔出 不过 在四人将这长刀相继拔出时 在楚清河的视线之中 在这几名铁锈门弟子手中所持的长刀刀刃上 竟是隐隐有着一抹浅浅的红褐色光泽 并且在这几名铁锈门弟子 长刀的刀刃暴露在空气之中时 空气之中明显多出了几分铁锈的气息 只是 在这铁锈门四人的长刀才刚刚拔出时 还不等这几人有进一步的举动 却见林诗音身体之中内力流转之下 瞬间出现在距离最近的中年男子身前 一掌快速地拍在此人的胸口位置 待到将这年龄最长的铁锈门弟子拍飞的同时 林诗音速度不减 宛若鬼魅一样闪烁间 分别出现在剩下三名铁锈门弟子的身前 就这样 前后不过一个呼吸的时间 面前这四名铁锈门弟子 均是哇地痛呼一声 然后倒飞入几人身后那大门之中 等到落入地面 一口鲜血喷出之时 那已经是达到了一流境界 圆满的铁锈门弟子 面带骇然 怎么可能 就方才林诗音动手时的内力波动 足以表现出林诗音本身和他一样 属于一流圆满境界的修为 可就是这样的情况下 他连林诗音方才动手的痕迹都难以捕捉 而后 明白了彼此间实力的差距后 这名一流圆满境界的铁锈门弟子 哪敢再生出动手的想法 从地上爬起来后运转轻功身法便向着铁锈门内部冲去 一边行走一边大声地呼喊 门口 在将这四人相继击飞后 背着秦和的林诗音面色冰冷地跨过这铁锈门的大门 楚清和几人则是不疾不徐地跟在身后 很快 在林诗音以及楚清和几人行至这铁锈门住址的前院时 在之前那四名铁锈门弟子的呼喊下 这前院的位置已经是聚集了不少的铁锈门弟子 之中甚至包括了之前几人在路上所看见的铁锈门门主诸葛阳 在这诸葛阳以及铁锈门中几名先天境初期的长老出现后 之前被林诗音击伤的一名铁锈门弟子连忙道 门主这几人是帮磨刀门寻仇的 这话入耳 在场之中所有铁锈门的人面色皆是一变 而作为铁锈门门主的诸葛阳更是面色微沉 是现在林诗音以及身后那看戏的楚清和几人相继扫过后 沉吟了几夕的诸葛阳开口道 磨刀门名字之中带着一个磨字 本身藏污纳垢之所 那磨刀门门内弟子皆是凶残厮杀 江湖中人人得而诸之 我铁锈门为东场曹都主效力 姑娘现在为磨刀门复仇 就不担心惹火上身吗 到底是老江湖 开口不但先将磨刀门踩到地上 定性为残忍厮杀的魔教 随后言语间又是将东场搬了出来 看似解释 实则适量后台 别说若是寻常的愣头青听到东场和曹正纯的名字 怕是心中不免生出忌惮之色 但对于林诗音而言 却是半点用处没有 反而是因为诸葛阳这一番信口雌黄污蔑魔刀门的行径而怒意弥漫 胡说 低吼间 林诗音快速地解开肩上的背负琴和的绸带 然后快速将琴和打开 等到将之中的天魔琴取出后 林诗音快速地将这竖起的琴和竖起 随后将这天魔琴放置在这琴和之上 随着林诗音双手放在这天魔琴的琴弦之上 林诗音喊声道 今日 我便要如当初你们覆灭我魔刀门时一样 灭了你这铁锈门所有人 声音出口 林诗音内力运转下 指尖快速地拨动起这琴弦 但随着林诗音双手如风 右手快速拨动琴弦之间 左手在琴弦之上或按或压 一阵高昂且急促的琴音 开始快速地自这天魔琴上传出 然后回荡开来 过程中 随着内力不断顺着林诗音的手指 注入到这天魔琴之中 对面的诸葛阳等铁锈门的人 皆是有了明显的心悸感 然而 就在这内力疯狂流转 琴音再次高扬几分时 一股股半透明的特殊波纹 瞬间自这天魔琴中冲出 然后冲向对面那诸葛阳等人 察觉到空中这音波击射时 带起的破空音 原本站立在最前面的诸葛阳 仿佛是察觉到了什么不对一样 真气流转间猛的后跃半丈的距离 原本站在诸葛阳身旁的几名 达到了先天境初期的铁锈门长老 却是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便被空中这一道道水波触及到 煞时间 这几名先天境初期的铁锈门长老 便感觉有着一股特殊的音轨能量 穿过了他们身体周围的 护体真气以及体表 直接冲入他们的身体之中 却见这几名先天境初期的铁锈门长老 忽然齐齐身体僵硬了起来 砰 砰 砰 同一时间 自己人的手臂以及腿上 均是从内部炸裂出一个个的小洞 带起一道道的鲜血飞溅 反观这几名铁锈门的长老 在这手臂以及腿上炸出 这一个个小洞后 皆是忍不住痛好一声 然后倒在地上 旁边 将这一幕看在眼中后 诸葛阳快速地挪动视线 然后放在林诗音面前那天魔琴上 忍不住震惊开口道 因公武学 不过 还不等诸葛阳多想 随着对面林诗音指尖快速地波动 一道道半透明的半壶形蒸气 混着特殊的进气 直冲那诸葛阳而来 察觉到变化 诸葛阳不敢应接 只能再次闪躲横挪到了一帐之外 没有了诸葛阳的遮挡 自林诗音这天魔琴中发出来的音功 瞬间重进这几名铁锈门的弟子胸口之中 啊 随着这几名铁锈门的弟子惨嚎一声 这几名铁锈门弟子的胸口位置 同样炸裂开来 鲜血和碎肉瞬间在这脑中飞溅 将这一幕收入眼中 之前两次躲闪的诸葛阳 不禁心中暗骂一声 紧接着调动蒸气运转轻弓 身法瞬间腾空自空 而落向着林诗音靠近时 快速地拔出手中的长刀 真气弥漫下 竟是在这长刀上 凝聚了一层近半寸的刀钢 对着林诗音悍然辟下 对此 林诗音心中冷笑一声 默然将其中一根天魔琴的琴弦拉开半寸 在这琴弦拉开的瞬间 林诗音身体之中 内力疯狂流转倾斜 等到松开手指时 在这东的一声琴音间 一道音波直直地冲向诸葛阳 察觉到空中的动静 诸葛阳不得不转弓为 手降着长刀横在胸前 直接挡住了林诗音这一道音波 顿时 一股特殊的音轨能量 混着一种特殊的力道 直接打在诸葛阳的长刀身上 使得诸葛阳身处半空中时 身体不自觉往后挪动了少许 而在成功逼退这诸葛阳后 林诗音如青葱一样的手指 同时在之中三根琴弦上按下的瞬间 一股特殊的律动 瞬间混合在琴音之中 化作一道长约一丈的音波 冲向对面那铁锈门的 弟子之中 随着这音波如清风一样 在这一众铁锈门弟子的身上 擦过 对面那铁锈门中 前面三排中近百名弟子的神情 瞬间僵硬了起来 下一秒 在周围其他人的惊恐之中 这百名弟子的身体 宛若被割的麦子一样 齐齐地倒在地上 鲜血快速地 从这百名弟子蹊跷之中流出 俨然没有了声息 若是有人此刻 将这些弟子的尸体剖开 便能发现 这百名弟子身体之中的 内脏皆是被震碎 同一时间 竟然有这百名的同伴 皆是倒地身亡 这样的画面 使得剩下那几百名的铁锈门弟子 心中一沉 忍不住接连后退几步 林诗音的后面 看着此时林诗音天魔琴 结合天龙八音时 发挥出来的威力 屈飞烟不禁略显惊讶到 天龙八音的威力这么大吗 须知 屈飞烟已经是先天境中期的修为了 但想要杀死这么多的铁锈门弟子 怕也是需要差不多十息左右的时间 可林诗音尚且还不到先天境 仅凭着驾轻就熟 曾次的天龙八音以及天魔琴 竟是在这短短不过几夕的时间内 便击杀了百余名铁锈门的弟子 之中还有几名先天境初期的铁锈门长老 这杀伤力 自然让曲飞烟也不免生出几分惊讶 水母音机开口道 阴公武学 本身就是武学之中独特的一类 不但虚实难测 更是难以防备 威力自然巨大 文言 曲飞烟不禁叹了口气 小招的性子耐得住 虽然说现在不通古琴 但这东西却也可以学 但曲飞烟偏偏对于这古琴的兴趣不大 要让他长时间坐在一个位置练琴 怕是坐不住 找死 眼看自己铁锈门弟子如同麦子被割石倒下一大片 作为铁锈门门主的诸葛阳也忍不住低吼一声 随后真气疯狂涌动下 整个人如同利剑一样冲向林诗音 注意到诸葛阳的动作 林诗音眉头轻皱 左手按压琴弦并且滑动的同时 右手几根手指竟是同时挑起三根琴弦 银 这动作下 这古琴之中竟是发出了宛若剑鸣之音 同时 自这内力流转间 空中亦是一道 蕴含了少许风锐之感的音波凝聚 而初冲向那诸葛阳 却是使用这天龙八音之时 同时运转了体内的细语剑意 只可惜林诗音现在 对于这剑意 以及天龙八音掌握的层次尚且不够 即便是融入了剑意 但这剑意只能够让这天龙八音凝聚而出的音波中 只能附加上些许的剑气 未能将这剑意融入之中 随着这一道音波破空掠起 一边的诸葛阳 此时心中意识不禁泛起一股悸动 而后真气弥漫间 手中手中长刀悍然批出 刀刃破空间 一道半杖的刀进虚影 顺势从中动发与空中那音波相交 但下一秒 刚刚被诸葛阳这批出的刀进虚影 竟是直接被空中那音波破开 然后速度不减地冲向诸葛阳 引得诸葛阳神色一变 再一次抽刀相对 才是将空中那残余的音波批散 但接连两次下来 在正面应对林诗音 诸葛阳都未能从林诗音的手中 讨得半点的好处 此时的诸葛阳 哪里还有一开始发现 林诗音不过才区区一流 圆满境界修为时的轻视 清吸一口气后 诸葛阳身体快速地挪动 只是此时挪动时 诸葛阳却并非是静止地 冲向林诗音 而是运转轻弓身法时 不断变化自身的方位 不得不说 这诸葛阳的反应的确够快 随着诸葛阳这身形 变得飘忽了起来 因为难以捕捉到 诸葛阳确切的位置 林诗音下意识地集中精力 去搜寻诸葛阳此时所在的位置 这心神分散之下 使得放在天魔琴上 不断弹奏的手 意识不自觉地放缓 停了一瞬 也就是这一瞬的时间 之前那不断变换方位的 诸葛阳立刻瞅准时机 瞬间挪闪到林诗音的上空 手中的长刀 悍然地对着林诗音披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Jack